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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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来看一下一个数字 十万 我曾经是一个富二代 之所以说是曾经是因为后来就家到中落了 不过小时候确实是家里还挺有钱的 我爸花钱就真的是花钱如流水 可能每天都会去山珍海味这样子 十万块钱是我那时候我们家一个月的吃饭的钱 九十年代的十万块大概可以在我们那边买一套房子 后来就去读大学了 学费也挺贵的 加上各种生活费什么 则算成人民币大概也是十万块 但还好就有奖学金 所以就算是家到中落后还是负担得起 在后来毕业之后 我就跑到了上海做管理咨询 那时候有一个还蛮要好的同事 他在业余时间从他的朋友那边用十万块钱 接手了一家在人民广场的炸鸡店 然后呢他就做了一些效率上的运营啊优化各种提升 然后最后扣掉各种成本之后 每个月大概能给他带来三千块钱的净利润 十万块钱作为本金的话 三千块大概就是年化百分之三十多的一个收益率 其实是挺好的一个收益 OK 那同样是十万块钱 你有不同的花钱的方式 你可以用来就吃掉 你也可以用来交学费 你也可以用来开炸鸡店 那其实这三个选项对应的是三种不同的花钱方式 财务投资 其实你投资到杂鸡店其实是财务投资 你投资的是资本要素 它可以在未来带给你投资收益 它跟你到股市里面去买股票 然后拿分红 或者说是你把钱存到银行里面 然后拿利息 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 第二个呢是学费 其实它本质上是对自己的一个投资 它投资的是人力要素 它可以维持甚至是提高你未来挣钱的能力 第三个呢是把它吃掉 那它其实会是更纯粹的一种消费 你在这个花钱的过程中 你的某个欲望某种需求会被满足 你会有一种很爽的感觉 你会觉得开心觉得快乐 你会觉得幸福 在经济学里面 我们把这个过程中你得到的东西叫做公用 英文叫utility 我这边再稍微区分一下财务投资跟自我投资 财务投资比如说你投资一家炸鸡店 炸鸡店之后你是可以转让出去的 就可以把本金收回来 但是如果是你投资到自己身上 你是没有办法把你的能力给转出去的 你这个能力你钱花了就是花了 你投资到自己身上花了就是花了 你如果不用的话 钱是收不回来的 至少在国家统计的口径下面 教育是被归为消费的一种 那我们回到前面就是这三种 其实我们今天探讨的话题是钱该怎么花 这个问题其实可以归结为 当我们面对这三种不同类型的花费时 我们会怎么去做一个优先排序 当你有十万块钱的时候 你会把钱花在哪些地方 你会觉得更值得 我把这三个选项丢给我身边的朋友跟同事 我问他们说你会怎么排序 然后我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 我身边的那些稍微比较年轻一点的 95后 他们的排序大概是这样子的 学费 然后炸鸡店 然后就吃掉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年纪稍微长一些些的 然后相对经济状况比较富裕一些的朋友 他们的排序则是这样子 炸鸡店 学费跟把它吃掉 大家可以发现说这两个群体 其实他们都不约而同地 把吃饭这件事情排到了非常低的一个 非常后面的一个位置 其实原因也很好理解 就是吃饭嘛 你没有必要说每一顿饭都吃得那么贵 就是吃饭它会带给你幸福感 就算是东西在好吃 它带给你欲望的满足 这种满足感 这种功用 其实是稍重济世的 你留不下什么东西 反而就是投资 无论是自我投资也好 财务投资也好 它是有回报的 但是大家会发现说这两个群体 在自我投资跟财务投资方面 其实在优先级排序上有一个不同 我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不同 相对年轻的群体呢 他们的主动收入也就是工资 其实并没有那么高 这时候如果给到他一笔钱 比如说一百万 然后让他去做财务投资 比如说投资到一个银行的理财产品 百分之四的年化收益吧 或者说就投资到P2P 百分之七 百分之八 我们假设他不爆雷 那其实一百万一年给他带来额外的收入 有就是七万八万 但是如果他把同样这一百万 拿去投资到自己身上 比如说去报一个北美的MBA 他其实可以拿到的回报 就是他毕业之后 比较容易可以找到一个年薪百万的工资 但是对于那些稍微上了年纪的 然后钱比较充裕的这些人群而言呢 因为他们的主动收入已经够高了 这时候你再去读一个北美的MBA 其实对他年薪的涨幅 其实并没有那么高 反而打这点钱拿去做财务投资 可能收益率会更高一些 你拿去大湾去买套房也OK啊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点 然后另外一个点呢就是 跟学习能力相关的流体智力 其实理论上来说会从20岁左右 是达到了巅峰 在20岁之后呢 你会发现你的学习速度是慢慢的往下降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体会 我的体会比较深 然后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对于年轻人来说 他们最好的投资性价比最高的投资 其实是投资自己 投资自己这个概念其实这几年都很流行了 就至少我身边的人都会聊这个事情 但是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很多人开始把投资自己 把自我投资这个事情 当作是放纵欲望的借口 其实满足欲望跟自我投资 这两者本身是很难去区分的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花一笔钱的时候 它可能同时带来两个作用 可能它既可以满足欲望带来功用 它同时又可以提高你未来的收入 是自我投资 比如说我去吃一顿饭 味道跟口感的满足 其实带给我的是公用 但食物是有热量的 热量可以让我们维持一个正常的状态 让我们明天还能继续有力气 继续干活去挣钱 它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投资 对不对 所以这两者是比较难区分的 比方说我有一个朋友 他会花几十万去买一个高级的床垫 他会说 这个床垫可以极大程度地提高我的睡眠质量 从而提高我的工作效率 所以它是对自己的一种投资 其实按照这个逻辑 所有的大额支出都可以归为自我投资 比如说我看到一个包包 这包包很好看很漂亮 我很喜欢它 我买了它之后我会很高兴 我会很开心 我一开心我的工作效率就提高了 所以它这个包包是对我自己的一种投资 所以发现没有这个逻辑 对于大部分人 也无论是高级床垫也好 包包也好 其实带给我们的更多都是公用 而不是什么主动收入的提高 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给自己乱花钱 找那么多借口 不过不要误会 就是我不是在劝大家做一个禁欲主义者 就不是让你什么钱都不要花 不是让你就不乱买东西 其实我只是希望说大家在花钱的时候 你要有一个意识 你要可以清晰的区分说 你花出去的这笔钱 到底是对自己的一个投资 还是对欲望的满足 很多人一提到欲望都会觉得 欲望不是特别好的东西 都会有一些不好的联想 欲望这东西嘛 就像刚刚说的 带来的快感带来的功用 是转瞬即逝的 它留不下什么的 但是投资它未来会有回报 所以我们应该控制欲望 无欲折缸嘛 对吧 其实这种说法我觉得是不正确的 我觉得欲望是个非常好的东西 你有了食欲 你才会去找饭吃 你才会活下来 你有了信欲你才会繁衍后代 你有了求知欲 你才会去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 所以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是欲望驱使我们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欲望是个好东西 所以你把钱 你通过消费这件事情来满足你的欲望 来带来功用 这本身是一件非常非常合理的事情 那我们回到前面那三个选择 你们觉得有哪些人 会把满足欲望这件事情 排在优先级更高的位置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来说一个 就是平时大家可能都不会去考虑的点 就是你们觉得投资的本质是什么 投资的本质呢是未来的消费 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你投资出去的这些钱 你未来会收回本金 会收回利息 收回来的钱你最后还是会用出去的 所以它是未来的消费 因为钱这种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 就算你百年之后你有一笔遗场 你最后还是会捐出去 或者说是给到你的继承人 其实还是会花出去的 所以我们在决定说 现在要存多少钱花多少钱 其实是在时间维度上面去分配资源 是先苦后甜跟先甜后苦的二选一 所以其实无论投资 无论是财务投资也好 自我投资也好 其实都是为了说 我们未来可以有更多的收益 然后可以有更多的钱花在 公用上面满足更多的欲望 所以TVB里面有一句经典台词就是 做人最重要是要开心 这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对 因为人活着其实就是为了公用的最大化 所以回到前面的那个问题 就是哪些人会把满足欲望放在最前面 我们前面说到了两个群体 就是95后95前 那他们在决策的时候都把满足欲望排到了最后面 他们在决定财务投资跟自我投资的优先级的时候 因为收益率有所不同 所以他们的排序会不大一样 但是满足欲望这个东西 它带来的不是收益 它带来的是公用 而公用这个东西跟钱一样是有时间价值的 就是你现在的一块蛋糕 是比一年后的一块蛋糕 带给你的幸福感更加强烈了 因为未来是有不确定性的 就是比如说半年后 外星人入侵地球了 那你可能一年之后的蛋糕你就等不到了 在金融的语系里面 我们把这个打折的比例叫做贴线率 就是未来的公用打折到现在 其实是有个打折比例在的 OK 那么哪些人会觉得说 或者说满足欲望优先级排在前面的人 他们会有什么特点呢 通常他们会觉得说 OK我去投资了我带来的收益 他未来可以带给我的那些额外的东西 额外的公用 并没办法去弥补我折线到现在 带来的这个打折的损失 换句话说就是这个贴线率是大于他的收益率的 我身边确实也有一些朋友 他们是把满足欲望排在前面的 比如说我前老板 他会花一百万块去请一个老中医 来帮他拔个罐一百万一次 所以其实确实有这种人存在 那回到前面那个问题就是说 钱该怎么花 其实不同的群体会有不同的优先级的排序 但是他们都是有一个大原则的 就是在满足贴线率跟收益率的 考量了这两个比例之后 他们都希望说可以最大程度的满足功用 最大化地实现自己的欲望 但这种欲望呢 不是只有舒适欲或者说是情欲 有一些更高级的欲望 比如说像求知欲 比如说像自我实现的欲望 比如说比尔盖茨他每年捐那么多钱 其实是为了通过捐钱这个步骤 来满足自己自我实现的欲望 从而获得公用罢了 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谢谢 谢谢